很多师兄看不了图腾 但也想知道自己的图腾颜色 平常穿相应的颜色去面试等重要场合 能够比较幸运和顺利 请问师傅我们有自己判断图腾颜色的方法吗 图腾颜色与什么有关呢 完全有判断自己的方法 第一 你最近一段时间 就成人之后小时候不算的 成人之后你特别喜欢穿淡颜色还是深颜色 你就可以判断出白的还是黑的 深色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自己一生当中你穿白的 因为有些人很谨慎的嘛 穿白的衣服出去做事情总是觉得很顺利 穿黑的衣服出去总是不顺利 或者穿黑的总顺利 穿白的不顺利 实际上这就是判断了呀 明白了吗 就是还是看自己的感觉 不是说比如说修心方面的 有哪些 修心就是感觉 性格方面的 有感觉呀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过去去参加一个派对 对不对呀 你穿的经常喜欢 你每次穿派对出去总是非常得意洋洋的回来 那就说明你穿派对这件衣服颜色 就是适合你的本色呀 哦哦 明白了吧 好的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自卑开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